这个疯婆子对着丈夫一顿嘴炮输出 在妻子的高压打击之下 丈夫只敢微微懦懦地承受着妻子的怪物 你以为妻子只会嘴炮 不 她还会打人 手边的东西都成为妻子手中的武器 一件件朝着丈夫杂取 被家暴的丈夫什么也做不了 夫妻二人的争吵成为家常便饭 婚后的妻子俨然成为丈夫眼中的怪物 婚前的女人也是一个可人 但是两个孩子深夜地哭闹 丈夫跟猪一样躺在床上毫无动静 仿佛孩子是妻子一个人生的 即便是在混乱的早晨 也只有妻子忙着收拾照顾孩子 孩子的爸爸只顾着自己收拾东西 跟个巨婴一样责怪妻子 为什么没有给自己准备衣服 独自一个人照顾丈夫和两个孩子的起居 扫尔士教育让妻子从花季少女成为了疯婆子 丈夫是大银行的职员 有着令人羡慕的安稳工作 只有在上班的时候 丈夫才能在压抑的生活中得到一丝喘息 但是银行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 领导的职场霸凌 客户的刁难和纠缠 都是婚姻生活之外的困难 丈夫因为银行工作出了车祸 在医院醒来的丈夫 突然想到还没有接送幼儿园的孩子 原来早上上班之前 妻子嘱咐她今天一定要接孩子 丈夫已经能想象到妻子暴怒的嘴脸 打开手机一看 妻子发来一条条等性轰炸 用语越来越暴躁 一刻也不敢休息的丈夫 急忙从医院跑回家 打开门迎面而来的就是妻子的暴打 类似的场景每天都在上面 妻子边打边讲述着自己的悲惨 原本自己上班频繁请假 照顾孩子 已经引起了领导的不满 今天是美容院接待团体客户的日子 领导叮嘱好几遍不要请假 就让丈夫帮忙接一次孩子 都不行 妻子怒吼 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丈夫的工作是工作 难道自己的工作就不重要吗 和朋友聚餐的丈夫抱怨着要离婚 丈夫嫌弃地讲述着妻子婚后的变化 婚前害羞的妻子 现在却可以当着丈夫的面上厕所 土坛 不修蝙蝠的样子 连路边的大叔都不如 妻子甚至连饭都不给自己留 即便自己应酬 喝醉回家 也得不到妻子的关心 还会因为怕吵醒孩子 而把醉酒的自己赶到其他房间 这些丈夫还能忍受 但是妻子婚后患上情绪调节障碍 随时随地地爆发情绪 脏话和暴力冲击着丈夫的底线 忍无可忍的丈夫 在深夜崩碎痛苦 她开始后悔结婚 如果不结婚 自己至死都是少年 婚后生活和工作压力 消磨了她对生活的热情 现在的她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这样的婚姻还有存在的必要吗